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秘密发电站 作者安芳之子,翻译彭毅 前些天,翻过山顶的那条路的时候,吓了一跳 那里已经有个秘密发电站 你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当我走到山顶的那条路上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就在这时,私下里的百合花一起亮了起来 不,不是一期,应该说是纷纷亮了起来 就像打开日光灯的开关 啪啪啪,亮了灭了几下之后 最后,晃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一般的都亮了起来 就和那一样,不论是哪一朵百合花 一开始,都是亮了又灭了 状况不是很好 过了一会儿,闪完了,不知不觉中一朵也不辣 静静地发出了白色的刺眼的光芒 就仿佛是节日的晚上 我大吃一惊,呆呆地站住了 我想,这肯定是狐狸的恶作剧 我怕了,加快脚步往前赶去 那时候,我送完人家急着要的做好的衣服回来 多少揣着一点钱 我本想用这钱,给等在家里的小孩子们买点糖回家去 可是不巧,邻村的甜咸糖偏偏今天休息 娘,礼物呢?糖呢?金米糖呢? 一边这样嚷着,一边跑过来的两个孩子的面孔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可那家店休息,让我有什么办法 我一边在被百合花照亮的路上快步走着 一边想,要不今天夜里给他们做个小布袋玩吧 喂喂,大妈 有谁招呼的? 那声音,让人听上去就感觉是草丛里的一个破喇叭突然响了起来似的 我吓得差一点蹦了起来 真是太可怕了 这么晚了,究竟是谁躲在草丛里呢? 我紧紧地闭上了嘴,装作没听见的样子,走了过去 于是,同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大妈,请等一下 我想跑,那个声音清清楚楚地这样说道 特意为你点灯照录,可怜我的话也不要听,你真是一个薄情的人啊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也装不下去了 我默默地止住了脚步 草丛刷刷一阵晃动 天哦,从我脚底下跳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大青蛙 在百合花那微白的光的映照下 青蛙的后背闪闪发亮 是一只淡绿色的,漂亮的罕见的青蛙 我蹲下身子,仔细地瞅着她的后背,说 青蛙也会这样学别人的样子呢 青蛙像是有点生气了,问 这样学别人的样子,学什么样子 我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说 给百合花通上电,不是像狐狸一样吗 听了这话,青蛙是真的生气了 把我和狐狸干的事混为一谈,我可受不了 狐狸干的是无中生有的骗人的把戏 而我们的工作可没有一点是假的 你说没有一点是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给百合花通的电,是从真正的水利发电站送来的真正的电 这和那种瞎念几句咒语,迷惑人一下抬腿就逃的勾当 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青蛙的喉咙一鼓一鼓地起劲地说着 我恩恩地点头,问道 这发电站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于是青蛙就爽快地说,我带你去吧,发电站就在那边 说完,就蹦蹦跳跳地在我前面跳开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在他的后面走去 青蛙笔直地跳了一会儿,到了一个岔路口 这边,一边说一边往右边拐去 然后又走了一会儿,到了一个三岔路口 这边,这回向左边拐了过去 然后,从那个窄窄的缓坡一直往下面走去 我听了一下,听到了流水的声音 是往山谷里下呢,我想 连这条窄窄的坡道上,也东一朵西一朵地开着百合花 每一朵百合花都通着电 我一边走一边问青蛙 电是怎么送到百合花那里的呢? 没有电线杆也没有电线 青蛙清清楚楚地回答说 现在地下,也就是说,我们想方设法把从发电站送来的电通过地下 接到了百合花的跟上 这就是我们发电站最骄傲的装置了 对了,我就是发电站的站长 青蛙用力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然后,像是彻底充满了自信的样子 轻轻地一下子跳了出去 说,看啊,就是那里哟 我这才在草那边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光 这边,青蛙在山白竹那里拐了个弯 那里有条陡峭的河 河的边上有座非常小的木头房子 那是用细细的树枝搭建起来的房子 大小呢,差不多有半张塔塔米大 高呢,和我的膝头差不多高 从那座小房子的窗户里 透出温暖的橘黄色的灯光 我突然变得快乐起来 我知道,从那灯光里样出来的将是青蛙们的笑声和饭菜的香味 那座房子就是发电站 我们一家也住在发电站里 哦,是吗? 我连连点头 青蛙接着说道 就是说,我虽然是发电站的站长 可发电站的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干 而且还要给这一带的青蛙家里送电 把花点亮 这可够呛 一个人想必是忙得团团转吧 不不,没什么 我们这个发电站的设备特别好 你看,那里有一架水车吧 这么一说,我移过目光 只见湍急的水流变得稍稍有点和缓的地方 有一架水车正在旋转 那是最新式的水车啊 我绞尽脑汁才做出来没有几天 是一架转得特别好的水车 和水车仅仅连在一起的是发电机 发电机的周波数是500赫兹 电压是3000伏特 青蛙正得意地解释着 发电站的门开了 青蛙太太的脸叹了出来 哎呦哎呦,客人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在等您呢 脖子上系着黄围巾的青蛙太太 用一种不自然的客气声音说道 我吃了一惊 我们一直在等您呢 这么说,所发生的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了 青蛙们从一开始就计划好把我引到这里来的了 我这么一想 发电站站长说 啊,我想说请到我们家里来 可无奈我们的房子太小了 夫人实在是进不去 没法子 就请坐到那边的鸡菜上面吧 这么一说 我就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了 我有点吃惊 青蛙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叫我夫人了呢 刚才还在叫我大妈的 有什么事求我吗 我先开口问道 于是青蛙夫妇一起点了点头 齐声说 是,其实我们是想求夫人缝点东西 啊,是针线活啊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要论针线活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村子里的人出门穿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被我包了下来 也有远远的城镇上的姑娘们 来求我缝新娘子衣裳的 也许就是在我翻过山顶 把缝好的衣服送到邻村的时候 在什么地方被这只青蛙看见了 可青蛙想要缝什么东西呢 见我一脸的惊讶 青蛙太太怯声声地说 其实是想求您缝一套被褥 接着青蛙丈夫说道 我们有一个下个月要出嫁的女儿 嫁妆大致上都齐备了 只剩下被褥还没有做好 布料和棉花倒是被齐了 可就是不知怎么做 加上青蛙特别不擅长针线活 针就不会一条直线往前走 我一边恩恩地点头 一边想 一套小被褥太容易了 那么好吧 我现在就抓紧时间来缝 把布料什么的拿过来吧 不过我今天没带针线箱呀 我这么一说 青蛙太太点点头 啊 用女儿的针线箱吧 一边说一边往屋子里走去 我注意到我的四周比方才明亮多了 发电站站长想的可真周到 大概是又给新的百合花通上电了吧 河水波光闪闪 如同月夜一般 很快 青蛙太太就领着女儿从屋子里出来了 青蛙女儿也是绿色的 父亲遗传的那对圆眼睛炯炯有神 女儿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的声音说了起来 请用这针箱 请用这布料 请用这棉花 我一看堆到我面前的那些东西 不由得大吃一惊 针箱也好 布料也好 棉花也好 一种种虽然那么小 却和人用的东西一样 不 比人用的东西不知要出色多少了 棉花又青又白 针箱是精致的木块拼花工艺品 而布料则是漂亮的皱绸 那皱绸美丽的让我瞠目结舌 沉沉的摸上去 是一种真正的绸子的手感 至于图案 蓝色的底子上 衬着一面的霸虫鹰 我在膝头上把它打开了 啊 那色彩华丽的真是让人出神 这么好的布料 做被褥不是有点可惜了吗 我叫了起来 边上的青蛙太太干脆的说 没有的是 架状要是准备不好 是发电站的耻辱 啊 是吗 我点点头 默默地开始干了起来 三只青蛙凑到了我的边上 热心地看着我飞针走线 我把布料剪成褥子大小 缝成袋子 把棉花塞到里头 弄平了 再缝上 一条褥子做好了 青蛙一家高兴地乱蹦乱跳 接着 我又缝了被子和小枕头 就这样 做完了这套古装偶人的道具式的被褥 布料只剩下一块手绢大小了 青蛙太太说 谢谢了 这下女儿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嫁了 作为谢礼 请喝一杯茶吧 还有刚出锅的水晶糕 就着黄豆面和熬的红糖浆吃 怎么样 不了 我还挤着回去 茶留着下回再喝吧 你看能不能 我大着胆子说 这块剩下的布头能给我吗 我紧紧地搂住了这块桃红色的布头 那是在春天的蓝天下怒放的八重鹰的花瓣啊 这样漂亮的皱筹 迄今为止 我连一次也没有见到过 这是总让人觉得是什么地方城堡里的什么公主穿的布啊 青蛙太太愉快地点了点头 行啊行啊 那样的东西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 我把布头叠得小小的 收到了手提袋里 站了起来 青蛙发电站站长 太太和女儿拍成一列 为我送行 回家路上要小心一点 百合花电灯还会开上一会儿 脚下请多加小心 我回到了来的那条路 多亏了百合花电灯 我认出了回家的路 我一点都没有迷路 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自己的家 然后一开门 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娘 礼物呢 金米糖呢 两个小女儿就跳了出来 哦 金米糖呀 我有点饭愁似的笑了笑 然后说 今天甜咸糖休息 糖果礼物没有买成呀 不过 作为替代 我从手提袋里 把那块布头抽了出来 瞧呀 我用它 给你们做小布袋吧 八重英的桃红色 默得一下在眼前展开了 女儿们像是吃了衣精 眼睛瞪得圆圆的 嘴上叫道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已经啪哒啪哒的跑进厨房 去找往小布袋里装的小豆了 这天夜里 我就用这块八重英的料子 做了四个小布袋 我一边两个两个分给女儿 一边说 可要爱惜点哟 这么漂亮的小布袋 可是很稀罕的 然而 青蛙发电站的事 我对谁也没有说 我想一个人悄悄的藏在心底 一闭上眼睛 那百合花的灯 就会一下子浮现出来 我似乎还听得见 发电站的小水车的声音 女儿们把小布袋 抛得老高 玩开了 当他们落下来的一刹那 我就觉得仿佛是八重英 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